周杰伦主演的电影 而易湘伦被琴房里的音乐吸引 独自决断走进琴房 在琴房邂逅了一个甜蜜的女同学小语 两人聊了起来 在课堂上 易湘伦也看到小语来上课 但也经常旷课 易湘伦问小语弹的曲子是什么 小语却告诉她 这是不能说的秘密 小语也一直有种神秘的感觉 一天 易湘伦和学长斗琴 小琴和小语在旁边观看 而易湘伦却没有发现小语来了 两人也经常奉学后一起回家 两人的关系也迅速升温 这天 易湘伦告诉小语 这个琴房要被拆了 小语听后 要教易湘伦初次见面的那首曲子 来告诉她 不要在这个琴房弹奏这首曲子 一次课堂上 易湘伦传纸条给小语要约会 结果来的是小琴 两人亲了起来 从此 易湘伦再也没见到小语 易湘伦就找到了小语家 一个老人说 小语气喘病发作退学了 不让人打扰 五个月后 马上要毕业了 小语一直没有出现 毕业典礼那天 易湘伦在舞台弹奏 小语出现了 小语激动地哭了 易湘伦曾说 毕业的时候就弹这首曲子给她听 小语听着听着就跑了 易湘伦追了上去 剩下一群人懵了 抱住了小语 毕业时 大家都说 毕业典礼那天 只看到易湘伦一个人 易湘伦惊呆了 回忆起往事 越想越不对劲 原来大家都看不到小语 只有自己一个人能看到 晚上 易湘伦趴在桌子上发呆 桌面上出现了小语 用秃盖页写下的表白的话 易湘伦赶忙回复 易湘伦去了小语家 原来小语早在二十年前就去世了 小语的母亲 一直念叨着小语听音乐 版出小语的话 和易湘伦一模一样 原来小语当年 在琴房发现了一本 可以穿越时空的琴谱 用旧琴房的钢琴弹奏 就能够穿越时空 穿越后 只有她看到的第一个人 能看到她 这些经历在当年 根本没有人相信她 大家都觉得她是精神病 最后小语写下表白话 就哮喘发作 悲伤地死去了 易湘伦想起小语 不让她在旧琴房 弹那首钢琴曲 就冲醒旧琴房 在大楼被拆毁的一刻 完成了曲子 冲遇到了小语的年代 可惜小语根本就不认识她 好在两人重新相逢了 两人应该会有 更加美好的故事发生吧 在毕业照里 两人甜蜜地站在一起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听说点赞关注的朋友 都已经走上人生巅峰 引起这样的白风美了 你还在等什么呢 请不吝点赞关注的朋友